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常觉得 我们比较贫穷 或者国际局势地位都比较弱 但是你会发现 这阵子我们是超级幸福的 跟平安的故事在我们当中 在诗篇16篇里面所说的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在生命里面就谈这个主题 我的好处 虽然我们并不是强大的国家 我们的各方面的出产 也不是极为优厚 但是今天神给我们生命 有极大的好处 我们在这个地方 不但能够平安 而且可以祝福列国 生命里面所说的 第一个 我的好处是什么呢 十六篇第五节就说了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是我悲中的份 我所得的 你为我持守 我的产业 是神给我的 给我以后 你又为我持守 我们生命的平安跟健康 而这个平安跟健康 是坐落在什么好处里面呢 神说我用神所量给你的地界 就是坐落在加美之处 也就是说 神把台湾量给我们 神把今日量给我们 神把今天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环境量给我们 也许我们说 我的薪水不多 也许我们说 我们地位不高 但是平安临到这个世代的时候 有了这个平安 有了这个健康 有了这一份的荣耀 我们比世界各地 都还要尊贵跟荣耀 这就是我们的产业 第二点 我们有这个产业之后 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呢 神告诉我们说 在生命里面告诉我们说 那只叫我的耶和华 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 他带我走一条道路 我如果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边 我便不知摇动 也就是有一条路 我们不然有产业 而且在这个产业里面 向着标杆直跑 我们将会祝福很多人 甚至我们会祝福中国大陆 我们会祝福很多教会 从很多教会里面 在祝福那地各地的恩典 百姓家庭 圣经告诉我说 你必加生命的道路 只是我 有一条道路一定会走的 在你的面前 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当然圣经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 不但讲产业 也告诉我们说 神就在我们右边 告诉我们说 前面你要这样做 前面你要这样做 所以我们不但有产业 还有道路 我们有了产业跟有了道路之后 圣经最后提醒我们一件事情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那你如果有这样的好处 你要怎么感谢神呢 第四节说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 他们的愁苦必加征 他们所交电的血 我不献上 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 在这世代里面 有很多人怕这个 怕那个 怕中国大陆的习近平 怕这个权势 因此我们又拜托立法委员 拜托这个比较有地位的人 是不是他们能够帮助我们 圣经说 你把礼物送给别神 这是神非常不高兴的事情 以后你的愁苦必加征 因为你把心 把礼物摆在哪里 你的心就在哪里 那里就挟制了你 所以圣经说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 他在后面说 这句的言而的意思是 你把礼物送给别神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 他会挟制你 中国大陆的权势会挟制你 你所期待的那些政府官员 会挟制你 有一天出了乱子的时候 他们都全然倒闭 那时候我们的盼望在那里 求主能够保守 当我们在这世代 我们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 神给我们产业 用神粮给我们的 这是最美的地方 我们要感谢 有了这个产业 神又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 带着这个产业 去祝福各地的人 将来我们会知道 我们是世界各地 最荣耀的地方 然后那时候 大家看到我们 所有的尊贵 都是属于神的 等一下我们听这首诗歌 愿主示福保护我们 祂用笑脸关照我们 用祂的喜悦的心 来看我们 我们的道路的每一天 都会是新的祝福 明天不晓得将会怎样 武汉肺炎将会怎么发展 不知道 但是我们知道 神已经分别 我们属于祂的 在摩西纳时候的一个灾难里面 从第三个灾之后 神就分别出来了 这地是属于我的地 这地是属于埃及 这割山地 神会把灾难分开 求主能够保守 我们今天要抓住这个应许 然后用这个应许 再去帮助 或者引导 那些在灾区里面的人 让神的荣耀 在这世代里面 见证神的名 好吧 我们一起来祷告 绝书谢谢你 我的心仰望你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要安然居住 得到这样平安 求主帮助我们 用我们的心灵来祷告 也用我们的心灵来感谢 更用我们心中所得到的感动 来奔跑前面的道路 明天将会是神的祝福 在末后时代 也是将会是 你荣耀的故事跟见证 先上感恩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来我们听这首歌 愿主是否保护你 愿主是否保护你 愿主是他荣耀眼光照你 赐地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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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野和花 有哪天光照你 赐恩 赐恩于命 赐地平安 祝你 奥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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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